第八单元 体会教育 第二十二课 阅读与思考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老师 我们孩子平时很爱看书 为什么作文还是写不好 认为只要多读书就能把作文写好 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 老师的看法是什么 二 网上报名的资料你得仔细看看 要知道一旦提交就不能更改了 放心吧 我看了好几遍了 男的为什么让女的多看看资料 儿子 你的毕业论文写得怎么样了 论文好说 我已经找了资料 写了一大部分 再修改修改就差不多完了 男的的论文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不喜欢儿子找的那个女孩吗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主张了 我有什么办法 女呆是什么语气 五 这计划我都做了四次了 还是觉得不满意 没有真正完美的计划 先干着吧 男的对这个计划有什么看法 六 这本书的主题是你感兴趣的吧 对 但是我翻了翻目录 觉得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去看几篇论文 他们在谈论什么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对不起 小说不在这儿 你可以去二层见 二层借书处的老师告诉我 新书都在一层的阅览室 哦 一层有两个阅览室 我们这边只有理科方面的书 文科的在那一头 好的 谢谢 书画人现在在哪儿? 八 你这次考试怎么考得这么差? 是不是考前没复习? 还是身体不好? 都不是 我就是考试时太紧张了 是吗? 考试时紧张是难免的 但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 我下次想办法调整 女的为什么没考好? 九 这次的事情你做得太过分了 你先听我解释 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的理由 当然 你别急 听我慢慢说 女的是什么语气? 十 你觉得灰姑娘进入王宫以后 应该怎么对待她的继母? 一个已经拥有巨大幸福的人 应该原谅和理解别人 但是 继母毕竟伤害过她呀 虽然继母很自私 但作为一个母亲 在自己的亲生女儿和继女之间 很难做到完全的平等 这也是人的天性 对于灰姑娘的继母 女的有什么看法?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法国作家杜马在俄国旅行时 来到一个城市 决定参观城里最大的书店 书店老板听说作家要来 便把所有书架都摆上了杜马的书 想让他高兴 杜马走进书店 发现书架上全是自己的著作 非常吃惊 他问道 别人的书呢? 老板对这个问题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于是紧张地回答 别人的书都...都卖完了 十一 书店里为什么没有别人的书? 十二 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据说有位大作家 写作时有个古怪的习惯 他写文章从来不坐着 有人问他原因 他说 坐着太舒服 这样文章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站久了容易腿疼 这样你就想快点写完 快点坐下 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个玩笑 文章的长短与坐着写 还是站着写 当然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它却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都像他一样站着写作 是不是文章都会更简短 更有可读性呢? 十三 这位作家为什么要站着写文章? 十四 对于文章的长短 说话人是什么态度? 全哪 定一 字幕志愿者 还没有 召唤 尽 rules 要 使用 同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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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